凡夫闻之常感极乐 甚远距不能去 此时由于迷自心两故 有的人看了经上这个说法 他就开始担心了 哎呦 那极乐世界那么远 不晓得我去不去得了 他就不知道一个真相 极乐世界其实远不远呢 不远 为什么说不远呢 极乐世界是从哪里来的 心享生 请问大家有没有心呢 有 既然您有这个心 去自己心中所献出的世界 怎么可以去不了呢 没问题的 据嫩言 则十方虚空生我心中 如片云点态清离 何缘之有 这里是引用了 论语经上的说法 太清就是指的太空 十方虚空在哪里 都在我们心中 所以呢 空间再大 没问题 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心 中文常说 若人实得心 大地 无寸土 您关键要了解什么 了解自己的心呢 后面呢 再引用 关键上的一句话 阿弥陀佛 去此不远 是因 本在众生 各个 自心 之 内 这个话呢 也是世尊呢 自己讲的 所以阿弥陀佛 在哪里啊 就在我们心里面 他老人家呢 是真心变出来的 极乐世界呢 也是真心献出来的 因此我们想要见到阿弥陀佛 想要去极乐世界 该怎么办呢 要学会用真心 真心才能够现出一个 清静庄严的佛塔 佛刹 怎么让自己心 越来越清静呢 要把外面的虚幻象 搞清楚 它是 相似相续的假象 是梦幻泡淫 是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等 现前我们还没有离开吗 还在这个娑婆世界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 佛又教我们大家 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你看到这八个字啊 有没有觉得 跟金刚记里面讲的话 是一样的 金刚记里面说什么 无助生心 所以佛呢 并没有离开我们 他常常呢 就在我们身边 他虽然天天跟我们在一块 人家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天天也是有穿衣吃饭 也是有 讲经教学 但是人家 没有一个想法冒出来啊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接着呢 再引用啊 莲池大师的开示 这是在弥陀金书超 所讲的 分明在墓前 亦何常圆 莲池大师之说 透彻心缘 这个理啊 是讲到彻底 讲到源头上 它怎么样呢 分明在墓前 换句话说 当下便是 所以呢 再远的佛刹 没有离开我们 再远的时间 也没有离开我们当下 果真呢 恢复自己的真心 我们所知道的事情 清清楚楚 冰冰白白 再遥远的事情 您也都晓得 有世界明月极乐 您觉得这七个字 哪一个字最重要 有世界明月极乐 就是那个有 你看 语气肯定吧 所以 偶尔大师 他有个别号 叫什么 西有道人 西方真的有 阿弥陀佛 真的有极乐世界 这个是呢 是指着 时间 过去 现在 未来 戒呢 是指着 将间 也是指着 空间 所以 空间 怎么样呢 有四维 前面还加上了 东南西北 再加上四维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还有上下 所谓 十方也 这是讲的 戒 和时 与空 这就叫做 世界 那这个时间 空间的总称 就是世界 我们讲 整个宇宙 极乐 泛语 虚摩提 亦有多明 这个极乐的 泛语呢 叫做虚摩提 把它翻成中文呢 有好几个意思 一个叫做 安乐 还有呢 叫做安养 也翻成呢 清太 三十七年里面 不是说吗 清太故乡 大家记得吧 清太故乡 就是指的极乐世界 弥陆 要解为极乐乃 永离 众苦 第一 安稳 之味 这么殊胜无比的地方 我们该赶紧办移民手续 真的这辈子 朱同修 什么事情最重要 拿到去极乐世界的护照 最重要 这个是头等大事 这个世间的明文立养 说句老实话 到最后怎么样呢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等 而去极乐世界呢 这是您觉得可以获得的 那个世界真的好 年词大师在弥陀经书朝也提到 显至极之乐 非人天一切诸乐之彼 故名极乐 为什么说那个世界叫做极乐呢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他那里真的是乐到极处啊 其他诸佛沙土 没有法子 跟他相比 诸佛国土 随机所感 有四种土 哪四种土呢 我们现在待的地方 叫做凡胜同居土 比我们境界高的 方便犹豫土 再好的呢 是十报状态土 最高的呢 长极光景土 在弥陀经书朝里面 也给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 四土 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 长极光图 经缘 这是经上所说的 毕鲁之那 便一切出 其佛 祝出 明长极光 毕鲁之那佛 就是法身佛 这是佛里面 境界最高的 所以称它为 极果 极果的圣人 所住的地方 叫做 长极光景土 那佛的名号呢 叫做皮罗哲那 皮罗哲那 翻成中文叫做 便一切出 这讲到 整个宇宙 它都能够到达 遍布 所以啊 这个学佛 就是希望我们将来呢 回归到长极光 我们今天 说句实在话 不应该还待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地方啊 不是我们大家 久留之处 它是我们呢 暂时 用功伴到的一个地方 那么比这个 再次一等的 就称为呢 时报庄严图 它跟前面所讲的 长极光图 有什么不同 下面做了一个说明 行真实法 敢书胜报